中国不少知名评论人士不满新浪微博妨碍网上讨论,继续宣布离开新浪,有些人转用其他的微博。 知名经济学家韩志国2月21号宣布退出新浪微博,已表示对新浪控制言论空间的不满。 他在最后一篇微博上批评中国因为没有私权力的保护机制,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。 韩志国当天还说微博已经不是久留之地,批评中国改革30多年了,推进改革的言论却越来越没有空间和余地,是民族的悲哀和国家的悲剧。 韩志国一直在微博上评论时事、经济发展等问题,并得到390多万网民的关注。 当天,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芳在微博上表示,将在新浪微博实名制前告别30多万粉丝。 他以其实不想走,其实很想留为标题,表示并非因恐惧实名而离开,而是他预料在实名制执行以后会失去很多网友。 不少网友留言挽留这些学者,有网友说,贺卫芳等诸位老师,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坚持留下来,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和考量。 在微博上,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说真话的理性的人更多一些。 此前,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,1月13号表示,鉴于新浪微博对待网友的恶劣态度,决定从当天起停止更新新浪微博,并遗失搜狐微博。 他对网友解释说,离开新浪微博是为了打破一家独大而产生的权力意识的缺失。 更早宣布离开新浪微博的还有,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铭,他在1月7号说,新浪已经奏响了驱逐曲,不能不走,并指责新浪微博曾经删他帖子,又把它关到小黑屋和删除他的粉丝。 不过,在中国,搜狐、网易、百度和腾讯等用户众多的网站,同样因为受到当局的限制而实行自我审查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转发现